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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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健康新之女給我30分鐘 我給您健康醫生 很多人聽到腦部有腫瘤病變 就會很害怕 因為他擔心頭蓋骨會被鋸開 開腦 但是更多人擔心的是 一旦腦袋動了大刀 失敗的話 可能變成植物人或癱瘓 但是現在 有了不用鋸開頭骨 翻開頭皮的 腦部類似近微創手術的一個新發展 腦瘤開刀 也看不到傷口 到底是怎麼做的 今天我們為你邀請到的專家是 金融腸跟醫院 腦神經外科 炎君李醫師 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炎醫師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炎醫師今天我們要來跟觀眾朋友探討的 就是內視鏡的手術在腦瘤上面 這個運用在你們醫院 應該有不長的 已經有很長的時間了嗎 已經發展了大概最早20年 但是起步很早 但是發展慢慢的 但是現在應該更多在你的手術上面去運用這個微創內視鏡的手術對不對 是的沒錯 我們知道觀眾朋友其實對微創內視鏡不陌生 因為現在很多開刀 不管副科、泌尿科 所有的刀幾乎都在用微創 那原來腦袋也可以用微創來開刀了 所以這個可以顛覆我們每一個人的一個開腦的印象對不對 是 那我們來看看 怎麼會長腦瘤 腦瘤怎麼去分它的種類 是 那其實我們可以先看 這個腦瘤其實 種類上來講的話 它其實整個大腦 大腦 中樞神經包括大腦 小腦 大腦和脊髓的地方 其實每一個地方都可以長腫瘤 那其實 這邊有列出 我們台灣常見的 原發性的成人腫瘤 大部分來講 還是一個比較惡性的 神經膠母細胞瘤 或心狀細胞瘤 或者有另外三分之一是我們腦膜瘤 還有大概六分之一是我們的 腦下垂體腫瘤 和其他的腫瘤 那這些地方就是分佈在 我們整個中速神經系統 都可以長這樣子 所以其實 腦瘤的種類好多種 位置上也都是可以長的 是 但是我們知道 腦瘤也是有分良性跟惡性的 是不是 不見得所有長在腦裡面的瘤 都是惡性的 是 對不對 但是醫生剛剛看到 常見的這幾樣 其實是不太好的腦瘤 對不對 對對對 裡面它一半是惡性的 是 當然我們都不願意 瘤長在腦上 長在身體的任何一個地方 但是我們今天藉由 腦神經外科來告訴觀眾 其實真的一旦面對了疾病 有問題了 我們還是要去正視它 因為現在我們的醫療醫生的技術 其實都已經發展到一個 我們說科技 醫療的一個很棒的一個境界了 那往往 我們知道其實長腦瘤 能夠解決它 吃藥沒有辦法對不對 沒有辦法讓瘤去消除掉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用手術 手術是基本上 通常是第一步最主要的治療 當然後面還是要搭配藥物 甚至方車線治療 但是第一步往往都還是需要手術 是 為了要把這個瘤清乾淨 手術是最必要的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知道說其實手術 一般我們說開腦 開腦 如果以研醫師你的經驗 你做過傳統手術的開腦吧 是 是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刀是不是 是的 必須要全身麻醉 然後手術時間平均大概是4到6個小時 所以 4到6還是14到14 平均是4到6個小時 4到6個小時一個刀 而且還要看它的嚴重度對不對 沒錯 好不好做 是不是 所以其實腦 醫生說整個我們的腦 是從外面到裡面到腦下垂體 都有可能長 是 但是有一些是 長了部位 醫生很難去把它拿掉的 是 是 是的 所以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 腦瘤的治療是手術為主 那大腦來講 我們最具挑戰的就是 深部的腫瘤這個地方 是 標準是深部的腫瘤這個地方 因為 表潛的說真的 大部分的神經外科醫生大概都處理上 大概沒什麼問題 但深的地方 我們要越往深部 我們 要經過很多很多正常的構造 破壞掉很多很多正常的腦袋 才能到達深部的構造 這就是我們最具挑戰 那我們希望把腫瘤拿掉 我們又不希望傷害 太多的功能 這樣子 對對 是 所以其實我們之前也有跟觀眾有介紹過 其實腦它有好幾個部分不同的 而且是有運動 有思考 有記憶 各個不同的功能 對不對 所以醫生說的 最困難挑戰最大的 就是在腦的中間 腦深度的地方 在我們的腦室 甚至腦下垂體 我們的中樞神經 這些是 對腦神經外科 對一個 他們在主刀上面 其實是挑戰性很大的 對不對 但是呢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 這個微創內視鏡 它是可以幫助醫生 做到這麼深部的一些手術嗎 是的 哇 太棒了 對不對 那我們先請醫生來幫我們分享 在你職業的這個過程當中 你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個案 而且奇奇怪怪的流 你應該都看過 那跟我們分享一個這個案例 是的 那這邊是一個 有個25歲的男性 好年輕喔 是 對 那 他其實 他其實 平常很健康也在上班 沒什麼事情 他來醫院之前兩個禮拜 他就開始覺得說 怎麼看東西有點模糊 他本來想說 他電視看太多 電動打太多 對 沒有關係 不以為意 也沒有去眼科診所 但是呢 就在來醫院的當天 來急診當天的時候 他突然發現 他整個左眼幾乎是失明的狀態 看不到了 左眼看不到 左眼幾乎都看不到了 那我在急診看他的時候 我站在他面前 他只聽得到我的聲音 看不到你的影像在哪裡 完全看不到我在哪邊這樣子 好嚴重喔 那右眼當然還是有一些啦 這樣子 那右眼模模糊糊的 但是左眼幾乎就是完全看不到了 是 那他這個情況下來講 我們馬上幫他檢查 就發現說 他長了一個腦瘤在這個裡面 這樣子 那這個腦瘤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他幾乎就是在 頭的正中間 就是所謂腦下垂體腫瘤 那黃色的地方標示出來的 就是四神經 很近耶 很近 難怪他的眼睛會看不到 對 而且我們看這個腦瘤 這個核磁共振的影片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他一半 紅色框起來的腦瘤的範圍 一半黑的一半白的 對 為什麼 因為他的腫瘤出血了 難怪醫生說他突然急劇的 失明了 是 所以是血快壓到四神經了 是 像以這樣情況下來講的話 馬上要緊急手術 要開刀 不然會危險對不對 對 真的會失明了 真的就是 暫時性就變成永久性了 了解 對 所以那一天 傍晚五點半來急診 七點半馬上進去開刀房 對 包括所有的檢查 包括所有的準備 是 在兩個小時內做完 全部都準備好 七點半 準時開刀 所以這一個病人你就用了 內視鏡 是 就是用內視鏡為創手術 是 大概你做完他大概多久的時間 我做完他手術時間兩個小時 哇 你說平常一般開腦 應該要四到六個小時 對 可是他縮短一半的時間 縮短一半的時間 是 所以其實當醫生的時間越短的時候 不管對病人對醫生端 其實都是一個很棒的一個 就是一個福音 然後讓病人 其實他的傷口又小 那這個像這種微創 他是要從哪裡進去 他的傷口會是在哪裡 是 好 那我們先來看傳統的好了這樣子 好 那傳統的開乳手術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 這是 類似 你說腦下垂體 腦下 一樣是腦下垂體腫瘤化 我們做傳統的 黑色的圈圈框起來的 就是我們的這個 傳統的要開乳骨的地方 我們有三種不同的 我們有這兩種 最主要不同的方式 是 乳骨都要鋸掉一大塊 那皮膚的傷口 通常是15到20公分 才有辦法 用傳統的方式 打開乳骨 打開乳骨 進到 把腦袋 大腦勾開 進到腦下垂體的地方 我們類似近來講的話 因為腦下垂體 它在哪邊 它就在鼻子的後面 對 所以我們內視鏡來講的話 就是可以從我們的自然孔 所以說 這種自然孔的話 基本上來講 它就是 它也不用多增加傷口 對 我們身體自然的孔到 對 就從鼻子 進去 在鼻痘的後面 OK 就直接到了這樣子 對 所以為什麼我們剛剛說 內視鏡有一些甚至看不到傷口 原來就是我們的自然孔洞 對 它藉著我們自然的一個開口 它直接從鼻子通到 我們的腦室裡面去 是 好 就這樣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醫生不用像傳統的手術這樣 掀開你的皮膚 對 再進到你的頭蓋骨打開 然後呢 可能那個傷口這麼的大 病人疏後 他可能要修復期 很長吧 是 好 那這個就是 我覺得內視鏡跟傳統 一比 那個高下就出來了 對 那個優勢就是佔了很多 那這個就是醫生開刀的一個 一個狀況 開刀房裡面對不對 是 哇 有這麼多組 這麼多個人 在開刀房裡面 做完成這樣一個手術 是是是沒有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 剛剛講的優點 其實因為我們就是在從鼻子進去 對 你看這個綠色這個箭頭 就直接從鼻子就直通通的 雖然有點遠 但是呢 至少它是一直線的 一直線的 而且它的距離不會那麼的長 沒錯 沒錯 所以 所以基本上來講 它用這樣內視鏡的方式 我們住院天數完全縮短了 其實我們統計過了 我們住院天數 大概平均縮短到從 手術之前的那一天開始算 對 我們縮短大概從九天 縮短到六天 可以縮短三天的時間 對縮短三天 然後呢 加護病房的天數 嗯 一般來講是 所以一般開完腦 一定要先去加護病房 一定要去加護病房 觀察 畢竟還是腦 大概要住個幾天 通常還是要兩三天 兩三天 好 那如果最多一天 一天就好了 所以又縮短兩天了 是 所以前前後後五天 是 哇 是 然後你看出血 是不是少很多 少很多 那個出血來講的話 對 平均啦 四百到六百CC 傳統的 可以縮短 到大概縮小到五十到一百 哇 這個血量就可以少少好幾十代了 對不對 好 那我覺得啦 用內視鏡的話 會不會對醫生是一個挑戰 因為他的視野 各方面 會不會沒有傳統 那個視野來的開闊 是 其實內視鏡的好處就是 其實我們用顯微鏡 它是放大倍數 對 它放大倍數 但是內視鏡 我們直接把鏡頭伸到腫瘤附近 了解 所以它看得更清楚了 它反而是更廣了 反而是更廣了 是 而且傳統上來講 有時候 我們肉眼直接看是3D的 對 內視鏡是2D的 但是其實我們現在也有2D轉3D的 就像這個照片上 是 螢幕對不對 對 照片上這種2D轉3D的螢幕 沒錯 所以其實醫生的視野是非常的好 甚至比傳統更好 但是我知道 內視鏡它的穩定性各方面 其實會比傳統 醫生直接去拿除 摘除腫瘤切割 會來得更好 是 好 所以其實我們這樣看一下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這個穩定性是真的很大 那我們知道說 其實再來開刀 其實都算講求團隊的合作對不對 對 所以不會只有眼醫師一個人在開刀房裡面 不會 或是一個流動護士 就這麼 還有需要麻醉科的醫師 對 那還有需要其他的一些醫生或是 護理人員來輔助嗎 是 沒錯 那其實像我們 像我們 這是我們標準的一個 配備 不過這也是一個完整的配備 就除了一個主刀醫師外 我要一個助手醫師 因為有時候 助手醫師要幫我拿的鏡頭 對 掌鏡的 那我就可以開刀 那我要兩個刷手護士 對 那這邊還有一個神經生理監測 是 因為我們還是很擔心 例如說像我剛剛講的那個 腦下垂體影響到視力 對 我有這個視神經生理監測 我可以現場就知道 噢 視力有沒有改善 會不會改善 我做得夠不夠好 或是我做什麼不該做的事 現場就可以知道 是 當然還有內視鏡影像系統 還有我們的電磁導航系統 那這種磁導航系統 因為 也很新耶 非常新的 因為我們在做微創手術的時候 對 我們整個打開看得很清楚 是 可是我們做微創手術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會 會迷路 那電磁導航系統呢 噢 它等於當個GPS導航一樣 對 幫你們指回來 而且它更好的是 因為它電磁導航 所以我不用在傳統上 我們要把頭固定住 釘在釘子上 釘在釘子上 電磁導航不用 所以說 當然我們要做微創的時候 我們就連這種釘子的孔都不要了 哇 是 所以真的耶 病人開完刀 頭殼都好好的 好好的 真的 所以也沒有傷口的這種 那種復原的疑慮或是感染 對不對 是 哇真的太棒了 那我們知道說 其實給觀眾朋友看一段 因為我們覺得說 其實還是要讓觀眾知道說 其實醫生他們的經驗值 跟你們的專業是真的很厲害了 那這一段就是 你直接用內視鏡進到腦部去 把腦瘤切除的畫面 是 那這個就是 內視鏡進去之後 我們鼻痘後面 那這個在我們疊痘的地方 就是有些人有鼻痘眼的那個疊痘的地方 這樣子 好 那 進去之後嘛 我們可以其實看得 這個 看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這個已經在切割那個腦瘤了 已經在 已經先把腦磨打開 這是在開腦磨了 對 骨頭已經稍微磨掉 腦磨稍微打開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我開始在分 把腦瘤分出來這樣子 是 那 以像這樣子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剛剛看 這樣看以為很大 其實 這個寬度 一點多公分而已 很小對不對 才很小 可是 可是也很清楚啊 對 因為你看內視鏡我們看得很清楚 我們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是 那我們可以雙手操作 然後 就跟傳統的顯微手術一樣 不會說只有一隻手 那 基本上來講 我們這樣慢慢的把腫瘤像這樣子 慢慢的撥 慢慢的撥 是 是 等撥好了之後嘛 就可以把腫瘤 全部的 拿起來 像這樣全部拿掉 拿掉之後呢 我們還可以 內視鏡的關係 我們還可以伸進去看 有沒有剩下的腫瘤 周邊還沒有漏網之餘 對對對 有沒有漏網之餘這樣 這是它的好處 就是 不是只有讓我們很好拿腫瘤 拿完之後還可以檢查說 有沒有漏網之餘 是 像這個案例就 完全沒有漏網之餘 很成功的 那手術之後的核子共振 也都是乾乾淨淨的 了解 所以他多久之後 這個25歲的年輕人 他恢復了 視力應該是慢慢的會 還是你拿下馬上就恢復了 視力 他醒來就跟我說 他看到了 他就第一句話都是這樣子 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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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是黑暗的 對不對 他都會跟我們講說 他變亮了 而且他的視力不是恢復到 出血之前 是恢復到幾個禮拜以前 就是他之前沒有問題的時候 可是這個腦瘤 應該不是一下子才長出來吧 不是 他慢慢慢慢長 所以他之前其實已經長期 視力有點減退 但是他不知道 蠶食精吞 這樣以為不以為意 不以為意這樣子 是 是 是 真的 所以我們知道說 其實腦跟我們的視神經 跟我們的臉部 所有的地方都很相近 對不對 是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請醫生來介紹 到底怎麼去發現 你有一些特殊的症狀 這個很重要對不對 是 那這個是你切割的過程 對不對 分解 分解 因為剛剛這個影片 現在是個分解圖這樣子 所以 基本上來講 也是一樣 剛剛就是這個 進去這個鼻子 其實這整個是個鼻痘 鼻痘 鼻痘的地方 這是 腫瘤 腫瘤 腫瘤把它拿出來 所以他那一顆腫瘤很大嗎 其實不大喔 其實那個腫瘤真的不大 我這邊 我忘了放鼻翼石 不過你看這邊是 他拿下來的腫瘤 那一顆腫瘤 對不對 紅紅黑黑的 給它出血了 其實這個腫瘤 全部加起來 不含血塊的部分 才 兩公分左右而已 兩公分也才一點點啊 很小 大概一個小母子的指節 但是等到它爆掉以後 它的血 對 血管這樣就整個不一樣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就是它 術後的恢復期 對 術後的恢復期 所以它第一天視力就明顯進步 那我們後來幫它測量視野 這個 有黑點的地方代表視野有缺損 當然還是因為 一點點 可是 但是 很快啦一天 已經這樣子很好 而且 後來我們發現它長的腫瘤 叫做蜜乳激素瘤 蜜乳激素不是女生的那個嗎 對 荷蒙的那個嗎 那 這樣子的手術方式 有時候我們手術兩個目的 第一個 腫瘤要切掉 第二個 功能性 它的原本內分泌被打亂的內分泌 要把它調回來 了解 所以說這個 我們這個蜜乳激素 開完刀之後 也是從一千多 直接降到 大概第三個月之後 就降到二十五 正常是四十以下 代表是 四十以下 它已經恢復正常 是 所以你知道 男生會有蜜乳激素也是很奇怪 對不對 好那這個就是腦下垂體的腫瘤 醫生說 它的發生率還蠻高的 是 所以這個 它的一個良性惡性 而且它會影響到我們的是 腦下垂體是荷爾蒙的一個 是 它是一個荷爾蒙的一個中屬 對 是 好那我就講一下 腦下垂體腫瘤這樣子 其實腦下垂體腫瘤 它絕大部分 都是良性的 還好 那 95%都是良性的 但是它最重要的是 它的功能性會被喪失了 功能性 三分之一是非功能性 但是呢 有大概七成大概都是功能性的 對 這功能性 其實坦白講 它的 這邊有個圖 對 這邊一個腦袋 往下連接到很多不同的器官 沒錯 就是一個這麼小小的一個地方 它管的是我們全身的這個 荷爾蒙的代謝的中屬 沒錯 是 所以像以常見的蜜乳激素來講的話 咦 蜜乳激素 我們第一個想到 女性 可能會有 女性會有不正常的 乳汁的分泌 沒錯 那更常見的是什麼 月經周期就亂了 對 是 月經就不來了這樣子 第二個生長激素瘤也很常見 你看 生長激素瘤 它 就像我們講的巨人症那種東西 或是小矮症 對 沒錯 它這種分泌過多的時候 它就變成巨人症了這樣子 對 那這個會 這其實不是只有長的高長的大 這是一個不正常的分泌 不正常的 因為它不只是身高變高 體型變大 心臟也變大 肝臟也變大 每個器官都放大 每個器官都放大 哇 那負荷就很大了 對 所以 以這樣情況來講 腦下腿腫瘤非常重要 如果我們發現 它是需要治療的 我們要很積極的去治療 對 我們很積極的去治療它 沒錯 好 那為什麼會長腦瘤 我們就要講了 是不是因為 我家住在輻射 電廠旁邊 或是什麼樣的 輻射太多衝刺 造成我們的一些 身體上突變 是 好 這個為什麼會長腫瘤 幾乎 腦瘤 幾乎是我們醫學界的 一種聖杯 這樣 這是我們還不知道的東西 這樣子 但是原則上來講 三分之一是先天因素 OK 就體質的問題 三分之一是環境 了解 三分之一是一團糜 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邊統計上來講 就是英國一個統計來講 一生之中長腦瘤的機會 是七十四分之一 就是七十四個人有一個人 兩個班裡有一個同學會 有可能這樣子 這個機率還滿高的 是 兩個有一個 是 那大部分來講 就跟他講 很不知道什麼樣的原因 有一些腫瘤會看遺傳病 或是先天性疾病有關係 可是這種先天遺傳疾病 其實發生率很低 都是所謂的罕見疾病 對 幾萬個才有一個 是 大概我們目前同意的 比較 回撤的 比較接近的 對 就是農藥 沒錯 DDT這些的 殺蟲劑 還有游離輻射 了解 那什麼樣的職業比較微多 石化業 核能電廠 和非核能電廠 是 還有金屬製造業 了解 對 那手機 我這邊畫一個 現在人人都有嘛 不只一支 有的兩支 對不對 是 那這個手機 問號加上驚嘆號 是 代表什麼意思 對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議題 大概自從手機問世以來 大家都不斷地去探討它 對 那其實在世界衛生組織 就是把手機列為2B級的致癌物 OK 我們聽到它是2B級的致癌物 我們會稍微擔心一下 但是2B級其實是只代表有潛在的風險 OK 游離輻射確定會造成增加致癌率 但是呢 手機並不是游離輻射 它電磁波 它能量是低的 它相對能量是低的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說 有一個美國國家的癌症的研究單位 他們統整了不同國家的一個研究發現 不管是在13個國家的 或者是說在丹麥的 對 13年的世代追蹤 或者是說 這個在英國的 它是一個前瞻性的世代追蹤研究 就是說它從 它是有回顧性的研究和前瞻性的研究 它前瞻性的在追蹤 結果發現有沒有用手機 跟腦流機會是沒有關係的 目前大概只有動物實驗 有一點點關係 但是在人的研究來講 它這個是幾萬個人十幾年的 目前還沒有找到相關的證據 可是 不是說 都沒有關係 不是說是不是都沒有關係 這樣子 只是告訴我們說 還好我們可以繼續的使用手機 那要不要過度使用 當然就是 當然看自己的選擇 好那我們知道 症狀很重要 告訴觀眾朋友 怎麼樣去分別 有一些症狀我們要警覺 是不是有腦流的問題 是 腦流的症狀來講的話 因為其實 腦流沒有一個很特別的症狀 因為腦流看它流長在哪邊 大腦管那麼多東西 流長在哪邊 就是會產生什麼樣的症狀 是 所以不能說單一固定的一種症狀 對不對 千變萬化 對對對 不過有幾個症狀 我們必須要很小心 好 第一個是頭痛啊 最常見的還是頭痛 頭痛 對 它的頭痛還跟一般我們的偏頭痛 或是張力性頭痛不同 不一樣 它的頭痛呢 通常是持續的 長時間的慢慢加重的頭痛 是 不會死好死壞對不對 對不會死好死壞 好 這樣子 而且它會在清晨的時候最痛 或是咳嗽的時候最痛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清晨或是在半夜睡覺的時候 我們的氧氣含量比較低 二氧化碳比較高 對 腦壓相對會上升 如果腦袋有長東西的時候 它被壓破了 對 它就會加重它腦壓上升的症狀 所以會變得更痛 好 所以說在咳嗽的時候 增加腦壓的時候 咳嗽的時候 一咳 腦壓一增加 就很痛 然後馬上很劇痛 對 好 所以這種就要注意 是不是腦流了 是 好還有剛剛那個年輕人 視力改變 對 視力改變 因為我們知道腦下腿一種瘤 它占腦瘤六分之一 在視神經旁邊 旁邊而已 所以視力改善 了解 再來就是癲癇發作 癲癇發作來講 它很常見的一個 腦瘤的一個症狀 基本上大人的 只要是大人的癲癇 新發生的癲癇 對 我們一定馬上就去安排 核四公正做腦的檢查 因為很高的機會可以發生說 可能是腦袋裡面 有長什麼東西這樣子 對 那其他基於噁心感 精神不計嗜睡 這個還有 這個基本上來講 就沒有這麼的特異性 對 因為它有其他的一些症狀 一些疾病會跟它差不多 沒錯 但是前三個其實 醫生都有強調 它跟一般的不同性 對不對 要特別注意 好那我們知道說 既然長腦瘤 最後還有一個案例 就是在這個腦室裡面的腫瘤 請醫生幫我們分享一下 是 所以這是一個55歲的男性 他其實 他一個月來 他走路有點不穩 向右偏 對 其實他沒有明顯的沒有力氣 他不會說 不是沒有力氣 他就是走路有點偏 有點偏 所以他因為他很擔心說 會不會中風了這樣子 對 所以趕快來急診這樣子 對 結果我們一發現 不是 他是在這個地方 腦室 我們黑色是腦水的部分 腦水所待的空間就是腦室 幾乎是在大腦又是在大腦的正中間 對 長了一個將近三公分的一個腫瘤這樣子 哇 那這個會壓到他腫路會偏一邊 對 因為他會讓他的腦水的循環不良 不良 他腦水循環不良 他變成水腦症了 然後結果水腦症一出來之後 他就 平衡感就不好了 平衡感就不好了 難怪 所以這個他也是來做手術拿掉 是 他也是來做手術拿掉 那 這邊又是一個 這是一個說 腦室裡面的腫瘤 我們傳統上來講 紅色是 如果要做開刀的話 對 如果要開刀的話 你看這些紅色都是 傷口不同的開腦的地方 就看你長在哪一邊 長在哪一邊 我們有各種不同的方式 但是這些就是我們標準傳統的開腦 了解 但是這個病人呢 我們後來選擇就是用內視鏡 一樣用內視鏡 內視鏡的方式 還是從鼻子裡面進去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喔 那從哪裡 這是我們從他的 經過他的大腦的皮質 所以在頭頂開個洞嗎 對 頭頂 還是會犧牲掉他一部分的 小部分的大腦 可是那個洞多大 等一下 一公分 等一下修給你們看 是 那這個其實基本上來講的話 手術這個就是腫瘤 這個整個腫瘤的部分 然後我們可以把器械伸到裡面去 進入內視鏡的方式 把腫瘤拿掉 這整個腫瘤後來全部拿掉 拿完就乾乾淨淨的腦飾 這樣子 整個腫瘤的大小 我們這邊有兩尺 3公分 大概3公分左右 開口 就是這樣子而已 這樣不到1公分耶 對 我們可以用不到1公分的開口 拿掉整個3公分的腫瘤 是 所以其實 比起傳統的 真的 大概10幾公分的傷口來講 尤其是對大腦的傷害 至少都要2、3公分 所以你們做這個頭顱上面的話 市長也要剃掉那一區的頭髮 對不對 對也是把那一區的頭髮現在去掉 所以等於是說他的清潔 無菌要做好就對了 是的 但是跟傳統的 你一塊大概10幾公分相比 真是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今天真的很謝謝演藝師 我想內視鏡微創手術 它的優點就是 傷口小 失血量少 恢復時間短 所以神經功能又可以保存 讓他病人的術後恢復更加的快速 所以這麼多的優勢 在我們腦瘤的一個治療上面 真的讓我們每一個觀眾 都能夠大大的有信心 謝謝我們各位觀眾的收看 健康新知 祝您健康平安 我們下次再會